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想更多的了解他 他这个人 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 高深莫测的感觉 人家眼睛 看一个人的时刻 他看别人的时刻 会把自己的眼睛亮出来 也就是说 他在看别人的时刻 人家也能看到他 但这个人 他只能看别人 别人看不到他 就像阿拉伯人 碰上了一个面纱一样的 很神秘很神秘 直到 往往有的人 从他打架了很长时间以后 还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但是呢 他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好像 找不到任何的瑕疵 连瑕疵两个字都不是 不要说坏了 根本看不出什么坏一不坏的事 瑕疵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但是呢 他这个人呢 在干一件事情 好事快事 但是不知道 他在收集情报 他在收集情报 收集情报的人呢 有个特点 人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但是交往过程中呢 一跌一跌地就把情报 把情报 张到你那边去了 张到他那边去了 他这个情报干什么用呢 暂时也没有目标 没有目的 只是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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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收集呢 也就是早期 比如早个五年之内 交完的时候 没有多大未开 五年 早五年没什么未开 但是你随着时间退役 时间退役的时候呢 他那个情报收集了 完成以后呢 他找到卖家了 找到卖家以后 就把你的那个 信息资料就卖掉了 那个时候就危险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危险出来了 你从那角打交道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 很打交道的话 那你也得 要蒙上面纱 你也尽可能蒙上面纱 尽可能让他 少知道点事情 尽可能少知道一点事情 你说目前吧 看不到任何的未开来 他是不动声色的 把你的信息记录下来 所以他是蒙着面纱来 同你交往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 当然 五通灵派就知道了一条 他在收集情报 不是叫收集信息 就叫情报 情报有特定含义 信息是广泛的 范范而谈的 所以应该来说 这个人还是经过培训过的 培训过的 只是编卖人员 是培训过的编卖人员 因为为什么叫编卖人员呢 编卖人员那个风险比较小 隐蔽性比较强 像这样的人的话 如果不是属于这个团体里面的议员的话 他到海外去做这样的什么高大商的生意 他是基本上没有能力做得到的 高大商的 他就是因为 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能力 不是 没有 如果凭着自己的能力 不可能在海外做那些高大商的事情 因为高大商都是基础的嘛 谁给他做垫脚嘛 你说是不是 很多人说 装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的模样来 出现在公众前面 他肯定会有个后台来把 把它跌脚 把它根基搞好了 因为你踩在一个平台上嘛 你一般的人就像 就像我们的 没有任何背景的人跑来以后 你肯定不是站在这个平台上 肯定从小学院开始打钩 慢慢慢慢起来的嘛 他人家第一步跨出去 站到一个高高的一个平台上 你说这个样子的话 是不是人家给他已经借好平台了 这个平台就是这个组织里边的 但是他又不说于这个组织的 故意的搞成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为了安全 才作为一个编外人员 明白吧 有的时候情报人员是 他有编号的 都要做编号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种就比较冒险 一抓的话就全部抓走了 万一这个网被人家破解的话 那么 他这种不动声势的 不动声势的 一个编外人员在那边 那么 那么这个时候 你知道这些信息以后就 明白意思了吧 有的事你根本不知道的 然后把这个想得像天线一样美 愿意又同接近 那天线一样的美的人 那接近又不是天线的 慢慢有个意图在那边 有一个东西 值得他来接近你的 所以这个网马给一个人的打击比较大 但是情况就这样 所以可能 我没有说他这里 在你心里山有的打击 但是那没办法 现实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编卖人员 是情报系统的编卖人员 所以呢 同意 我跟你讲过 他家从有背景 哦 是不是 慢慢对上了 就是 现在他的职业 是情报界的一个编卖人员 不属于政治的一个 情报人员 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情报人员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情况 实际上 他的工作就比较危险 为什么 不能抛头露面 万一人家一查他的话 就查不起 所以呢 他故意是一个编卖人员 编卖人员 有时刻活动的时刻 比那个情报人员 风险小 再灵活一点 另外一个 目前 马上叫他交差任务的 时间没有那几步信 就是 那种就叫放长线 调大爷的那种 五年之内没有什么危险 但五年以后 你骰都骰不掉了 你骰都骰不掉了 五年之内不动身色 五年以后你想把它甩就甩不了 搞得不好 就帮你看你的情况 你的价值 如果你的价值 在他看来 又有价值 又把你搞得实习回来 一个平民老百姓的话 他不拿他干什么的 倒没什么 威胁 没什么影响 但你这样的话 你从 一点的干气 到一个平台上的话 他会抽你的脚 脚下的东西 碰一下子掉下去 或者搞得不好 你把它调起了一个 五位当中 他会哪天发生你一个 从边外情报人员开始做起 这根本不是你愿意干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应该慢慢和他疏远 对对对 不弄深深地慢慢慢慢 不再成为他的朋友 对 是这样 因为你五年之内 感觉是 这个五年之内 你的利用价值 也不是太大嘛 但你 你越是发展 越是成绩 你就说的 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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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的时候 定上去的时候 你甩多了 不就甩来 甩也甩不了了 谢谢 其实 你讲的他的背景 我不跟你讲了 我早就有怀疑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很神秘 就跟你讲的都对了 但是他背后有这么大的权力 我是没预料到的 所以 而且 他后来会带来的这么大的影响 会释底抽薪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跟我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情况 我慢慢带出他的朋友 对 另外一个 他神秘 不是神秘在他的家庭背景上 他整个一个时候神秘 把面纱盖起来的 他的家庭情况 已经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而是他从属于这个组织 比较可怕 比较神秘 所以啊 他神秘在不愿意谈家庭的事情呢 因为这个是组织的要求 明白吧 这是组织的要求 不谈外围的任何事情 如果谈外围的事情的话 都是没有上 没有下 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的 他基本上不会提你谈什么事 积极了什么事 因为你谈到一个事的话 就有一个参照物在那边了嘛 他基本上不愿意留下参照物 连他父母什么一个情况 什么之类的 假如告诉你 也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情况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会定位到这个 他有个参照物嘛 他基本上现在给你的 没有任何参照物给你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同学打交道的时候 我马上告诉你 我是学艺的 学艺的话 马上一大片的信息就出来了 学艺的 我是拿你来的 马上又一片信息出来了 根据一个 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一大片的信息 你到他那边 真的找不到任何 那个关键词 是吧 你想想吧 这次给到你都是假的 还好你帮我谈了 要不然 又进了一个很大的坑 谢谢库卫老师 不用谢 那我这边挂了 啊 好